新冠肺炎持续威胁美国 25号单日确诊数破纪录 来到7.8万人后一度下滑 近四天来再度上扬 最新落在6.6万人 死亡人数更突破15万达关 来看到欧洲西班牙疫情曲线一路回升 24号出现破纪录高点 近一个星期日染疫数在2000人左右徘徊 30号再添2031例 累计总确诊近33万人 英国曲线呈现小幅震荡 每天感染人数大抵持平 过去24小时通报数来到763人 全国累计染疫患者超过30万 法国方面疫情回温 月初日染疫数曾一度掉到200例以下 最新统计数据却冲到近1400人 创下一个月来新高 总病例数来到18.5万 德国数据上下震荡 近一个月来单日感染最低点落在138人 30号一次上升860例 疫情防控不太乐观 东北亚日本曲线南平 唯一净土岩首线打破零确诊 全国过去一天新增又破纪录 超过1200名患者 总染疫逼近3.2万人 另外南韩同样不明朗 境外一路暴增 一度飙破百例 虽然最新通报仅18人染疫 但首都圈社区感染仍旧是一大危机 中国本土病例连环报已经连两天 单日新增超过百人 30号新疆就通报96例 全国总感染数来到8.4万 印度疫情猛暴式成长 从22号一路爬升 30号创下史上最高峰 在天5.2万人染疫 累计病例已达158万 新加坡一个月来情况飘忽不定 移工宿舍疫情再起 20号感染数一度跌到123例 上阳后又下行 最新通报数据来到334人 印尼近一个月 疫情持续加温 曲线2度出现破2000人高峰 过去一天日增2381例 目前全国总病例数高达10.4万人